一条恶搞的微博 由高晓松担任监制周冬雨 还有林更新主演的电影《同桌的你》 正在热拍 那两位主演初次合作 便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周冬雨呢是率先在微博中 晒出了一张林更新的抠鼻子的照片 林更新呢也是不甘示弱 紧随其后晒出了周冬雨的抠鼻照 还做了特效处理 护黑毫不手软 但呢很多一直视周冬雨 为清新女神的粉丝们就不干了 纷纷控诉林更新 还我们的敬秀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娱乐圈里的热点新闻 那赵薇的女儿小四月 如今已经有三岁了 这只小小燕子也是非常的活泼好动 而且呢赵薇晒出了 小四月的一组狂舞的照片 照片上呢小四月站在落地窗前 天天起舞 一会儿玩倒立 一会儿又摆出了瑜伽的动作 甚至呢做起了难度颇高的 荆棘独立尽情的撒欢 赵薇呢则是给这组图片 取名为狂舞101 并贴出了很多酷的表情 网友们大赞小四月 好可爱